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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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遇过的一些 Parkinson 的病例呢 首先我们就是要先判断他的严重程度 那有一些是到了不能治理 是需要由家属带来的 有一些是还能治理的 那首先我们就会判断他的严重程度 过后呢 就会进行 首先会进行针灸在他的 尤其是头部 头部很多穴位 关心头脑的 在头部进行穴位 过后呢 再进行一些指导性的物理治疗 让他怎么在热肠生活中锻炼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 康复是在生活当中 陈医师 那我想请问一下 那什么样的病例疼痛 严重的程度之下 我需要去找针灸理疗呢 预防生育治疗嘛 一般上我们是说 越早治疗会越好 就好比说一些疼痛 就好像绕疹 或者是扭伤 或者运动损伤 能在越短时间内进行针灸理疗呢 他的康复时间也会越短 那针灸理疗呢 是包括 一些结构上 比如说骨骼 肌肉 软组织上的问题 来进行针灸理疗 那五脏六腑内脏的问题呢 就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内了 嗯 原来是这样子 非常谢谢医师你今天的分享 谢谢Annes 听了陈志豪院长的分享 是不是对针灸理疗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呢 不管你是背痛 腰痛 还是肩膀痠痛 记得千万不要在家里 胡乱做医生 乱查药医通 因为错误的认知和治疗呢 会加重这一个生理伤害 影响生活作息以及工作 下一期我们风采大讲堂继续见 拜拜